好,我们来看缩图跟比例尺 好,我们来看第一题 上面个图中哪一个是A图的放大图 A图,A图在哪里,A图在这边 那放大图,什么是放大图 放大图就是说,它的边长要成等比的放大 好,然后它的形状不变,边长要成等比的放大 那我们先来看A图 A图,这边2公分,然后这边3公分 好,2,3,那我们来检查B图 B图,好,这边没有放大 可是这边变成5公分 所以B图就不是A图的放大 要等比,就是每一边都要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C图 1,2,3 诶,2,变3 然后3,1,2,3,4 每个都增加一个诶 那是不是放大,不是哦 好,2,这个3 这边3公分,这里是2公分 所以我就要怎么样呢 3除以2 好,等于2分之3 C图的这边是它的2分之3倍 那底边呢 1,2,3,4,3 好,4除以3 等于3分之4倍 诶,放大的比例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D 1,2,3,4 好,4除以2 是不是2倍 好,4除以2 好,2倍哦 那我猪呢 这个底部 1,2,3,4,5,6 6除以3 也是2 好,这一边是它的两倍 这一边也是它的两倍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一小段 是不是也是它的两倍呢 一样哦 这形状都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 好 1,2 然后这边1 也是两倍 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 D图就是A图的放大图 A图就是D图的缩小图 好 所以哪一个是A图的放大图 我们就要回答D 是几倍的放大图呢 刚刚答案都算出来了 是两倍的放大图 好,我们来看第二题 这里有四个图形 上面图形中 哪一个是假图的放大图 哪一个是假图的放大图呢 我们一样来 我们来比看看 假图这里是两格 两格 好,来看仪图 我们先来比较 像三角形 我们就比它的底和高 好 然后这里是 1,2,3,4 4,4,2的两倍 好 两倍哦 两格变四格 那一样这里两格 我们就要变四,也要变四格 才是等笔的放大 所以以图就不是它的放大图了 我们来看 丙 丙图 哎,两格变四格 那相对的 这里两格也要变四格 所以丙也不是 那丁呢 好,底部是 底部是两格 所以这边的底部变四格 好,它的高也是两格 这边的高又变四格 所以我可以确定的说 丁是假的放大图 那放大几倍呢 好,一样 好,这个对应的边 这个是四 好,四 好,这边是二 打两倍 这样有没有问题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好,这边有假、以、丙、丁、物 四个图形 好,我们来看 假图是哪一个图 我们来看第一题 假图是哪一个图形的两倍放大图呢 假图是哪一个图形的两倍放大图 像假图这个图形呢 我们称它为真形 像要不看的话 我们就看这两条 对角线 好,看这两条对角线 它是真形 我们先检查 两格、两格、两格 然后这边是四格 所以它的图形 它的图形 我把它画在这边 那就是一、一、一 一份、一份 我们可以这样看 好,这里是两格 两格、两格、四格 那是2比2比2比4 那就是1比1比1比2 1比1比1比2 好,我们看假图 是谁的两倍放大图呢 好,是谁把它乘以2之后 就是假图了 我们来看 诶,这个形状不一样 诶,这个形状不一样 1就不要考虑它了 1的形状不一样 也不要考虑它了 我们再来看 哪一个图形 假图是哪一个图形的两倍 哪一个图形乘以2 编长乘以2才会等于假 所以丁比假还要小 所以不可能是丁 哦,那就是物咯 那我们来看物 这里是1格乘以2 有没有变两格 这边也是1格乘以2 哦,也是变两格 这里1格乘以2 变两格 然后这里是2格乘以2 变四格 所以这个答案我们确定的就是物 好 假是物的放大图 相对 物就是假的缩图 所以这个物 好,那 物放大两倍 物乘以2 编长物乘以2就等于假 那一样哦 假的一半 假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物 相对的 好 再来看乙图 乙图 乙图是哪一个图的两倍放大图 就是哪一个图的编长乘以2之后会是乙图 好 乙图在哪 在这边 哪一个图形乘以2会是乙图呢 我们先来检查外形 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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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是剩下饼咯 那我们再来确认一下饼是不是乙的缩图 乙是不是乙的放大图 好,我们就以对角线来看 对角线 这是正方形 也可以说是零形 对角线呢 两公分 两格 两格 因为它这边没有注明说一格是一公分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两公分 我们说两格 两格 好 这里两格 这边变四格 那这里两格 我这边也变四格 一样都是乘以2 那我会很确定的说 丙图就是乙图的缩图 乙图就是丙图的放大图 那丙图的边长要乘以2才会等于乙 所以丙图的两倍放大图就是乙图 乙图是丙图的两倍放大图 然后呢 乙图要除以2 乙要除以2 2除以2等于1才会变成丙图 所以说我们可以说 丙图是乙图的二分之一放大缩小图 二分之一乘以二分之一就是除以二 再次 丙图是乙图的二分之一缩图 好 所以 我们来看咯 这里就要填饼 讲什么问题 三点整 再来看第三题 丁图是什么图的 三倍放大图哦 这里是三倍的哦 就是哪一个图的边长乘以3 就是丁了 哪一个的图乘以3就是丁 好 我们来看跟丁图有关系的 那是不是就是假图 丁图 还有什么 雾图 然后呢 以丙他们形状不一样 我们就不用去看它 那哪一个图乘以3会等于丁呢 那我们也是把丁的对角线画出来 我们以对角线来看 好 这一边三格 这一边三格 三格 六格 那哪一个图形 乘以3 这边 是一格的乘以3 就会变成丁图的三格 那我们看物 物这里是不是一格 乘以3 有没有变三格 这里一格乘以3 有没有变三格 一格乘以3 变三格 两格乘以3 变六格 所以我可以确定的说 物图就是丁图的缩图 那丁图就是物图的三倍放大图 那假图呢 你看哦 这里是两格 这里是三格 三去除以二 二要乘以二分之三 才会等于丁 所以丁是假的二分之三倍放大图 所以这一题是物 丁是物图的三倍放大图 因为我们检查的这四条线段 都是乘以三 所以说我们这里就要体验物了 然后呢 什么是丁图的三分之一倍缩图 那当然也是物了 那当然也是物了哦 丁图的三分之一倍就是丁 丁图的缩长去乘以三分之一 乘以三分之一就是除以三的意思了 好 然后第四题 假图和什么图和什么图和什么图都是相似图形 那我们来看这里 看这一整个图 什么是相似图形 假图刚刚老师又把它画图 它的线段比例是 1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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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物图呢 1比1比1比2 丁图呢 三个为一份 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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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是 1比1比1比2 所以这三个 它们比例相同 然后呢 形状一样 只是大小不一样 那我就说 假、丁、物 它们是相似图形 所以是 假跟丁 跟物 是相似图形